各位大德阿彌陀佛 我们今天继续研究无量寿经 上次上礼拜已经到了第三十品菩萨修辞的第二大段 但是还没讲完 所以我们今天再把经文念一遍 从578页这边开始念起 菩萨修辞第三十 再来是587页 辩财种词自在无碍 善解世间无边方便 所言成地深入异味 度诸有情演说正法 无相无为无父无脱 无诸分别远离颠倒 于所受用皆无色取 偏由佛察无爱无厌 亦无需求不需求想 亦无比我违愿只想 何以故 毕竹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 以无爱会解法如辱 善知极灭应生方便 不心事于要在政论 然后最后一段593 那么上礼拜已经解释到587页 这边这一段 那么这一段分成三小段 也就是从辩才种词到无诸分别远离颠倒 这是第一段 那么第一段的意思就是588页的第一行 这个就是演说正法 主要是极乐世界的菩萨 都可以演说这个正法 所演说的正法内容 主要就是那三句 无相无为 无父无脱 无诸分别远离颠倒 四句 这是第一段 那第二段是从与所受用皆无摄取 到这个无爱无厌 亦无需求必需求想 这个他在588页第一行 说是由诸佛诈 也就是说极乐世界的菩萨 骗自十方世界 诸佛菩萨那边的刹土 去演说正法度众生 那这里面呢 就是这个骗游佛诈 而且呢 也没有这种分别心 没有需求不需求想 那这 然后第三段呢 第三小段就是从 亦无比我违愿之想 那边开始到最后 不信事与要在认论 那么这个呢 在588页第二行 说这一段呢 主要是在讲普利众生 然后呢 在588页的第二行 最后的两句话 又说这三者啊 互相含舍 也就是说呢 极乐世界的菩萨 到他方世界诸佛刹土 去演说妙法 普利众生 为了要普利众生呢 因此呢 他就要由诸佛刹演说正法 你也可以这样说 好 这个大概呢 就是这三段 然后呢 上礼拜已经把这一个 这个第一段 无诸分别 远离颠倒 讲完了 今天呢 就从第二段 与手受用 皆无摄取 这边开始 那么这个呢 是课本的590页 5590页 的这个最后的几行 最后的六行 这边 所以你看590页 最后六行 在这边呢 他说这一段呢 表示什么 极乐世界的菩萨 平等 由于十方佛陀 佛刹 与所受用 皆不着 不取 不执着 不执着 所以 这个 如果是到净土去 没有说特别喜欢 如果像我们到 说不世界来 也没有厌弃 所以没有 希求 不希求 想 那根据这个 金刚三昧经这边 礼入行入 然后呢 我们上礼拜就 讲到了这个 恶入是行 所以用这样子来解释 也就是呢 无比我 无比我 唯愿之想 代表呢 没有希求 也没有不希求 你如果喜欢 当然就希求 如果厌恶 当然就不想要 所以你对众生 如果有这种 比我 唯愿之想 你就会有 我喜欢的人 我不喜欢的人 那就不平等 所以 其实可以跟上面的 放在一起 不过为什么把它分开呢 你主要看 上面那段是强调 极乐世界的菩萨 骗由佛刹 不管他到哪一个国土 他都用这种平等心 然后下面这一段 黄念族老居士的注解 写得很清楚 是为了要 普立众生 是对着众生来说的 上面那段是对着 佛刹 佛土 对环境来说的 而第三段是对人 对众生来说的 所以他会把它分开 但是那种平等心 其实是一样的 对众生没有 比我唯愿之想 这个平等 大慈悲心 所以这里面你注意看 他下面 没有比我唯愿之想 下面的经文马上接着 比诸菩萨与一切众生 有大慈悲利益心固 并不是说 平等 没有唯愿 大家都平等 也都是这样 能能的 对这个人能能的 对那个人也能能的 所有的人都是平等 不需要特别热情 那这个 也是平等了 但不是 下面讲的 是大慈悲利益心 是平等的这种慈悲 希望带给众生 真正的 究竟的安乐 真正的拔苦 是这样子的 平等心 所以这两句 要放在一起 没有比我唯愿之想 但是却是 平等的大慈悲利益心 所以591页这边的注解 宏廷主老居士才用 一般经论里面讲的 菩萨的这种慈悲心 大慈悲心 是看待所有的众生 如同一子 独子 就一个家庭里面 就生这么一个小孩 所有的关爱 通通都在 这个小孩身上 所以菩萨对所有的众生 都像这样子的一种心态 都把众生当成是 最重要的 一个小孩 独子 用这样的平等心 希望来帮助 所有的众生 所以这个 这个是 普利众生 最重要的 然后后面就写着 舍利一切执着 成就无量功德 你看这个 幻念主老居士接着就说 以下数据经文 从明 再一次说明 自他恶利 跟平等说法 也就是说 菩萨通通 平常他的心态 跟做法 他所保持的用心 跟他的行为 就不外乎是这两句话 自利利他 平等说法 用平等心 为什么是说法 教化众生 希望帮助众生 真的能够呢 断恶修缮 然后呢 这个 舍凡成圣 这样子 究竟的 离苦得乐 所以 铺上利用心 一直都是这样 做法 也都 一直都是这样 好 所以下面才会写着 舍利一切执着 成就无量功德 以外会 解法如如 这几句呢 他说呢 是自立 自己的 自觉 这边 自己修行的功夫 为主 他说这一句 这四句呢 舍离执着 为最重要的 是入道的关键 舍离一切执着 也就是说 他为什么能够 平等的利益众生的 这种心态 大慈悲平等心 来看待一切众生 就是因为 他没有任何的执着 在人上头 在法上头 在友情 在环境上 他统统能够 舍离这些执着 这就是 金光老上常讲的 看破方向 唯有能够真正的 舍离一切执着 看破方向 那么他接着呢 黄念祖老巨师就讲的 就能够呢 证得如来的智慧德项 因为《华严经》里面讲的 因为有妄想执着 所以不能够证得这种 本来具足的 如来智慧德项 只要放下了这种 妄想分别执着 就马上证得了 因此呢 真的能够舍离一切执着 接着第二句话就讲 成就无量功德 我们每一次在看这个经论呢 好像都好像很容易 实际上操作起来 真正做起来 这还真不容易 我们是众生触驻着 这边执着那边执着 所以呢 我们没有办法 一下子就能够呢 证得如来智慧德项 所以只能够慢慢来 一步一步的 看破方向 一步一步的这样子解开 这样子 好 那么后面这一个呢 这两句话就比较难懂了 以无碍会 解法如如 无碍会当然就是 没有障碍的这种智慧 你为什么会有障碍 配合前面的讲法 因为我们有妄想分别执着 有妄想分别执着就有障碍 就没有智慧 因为你能够舍离一切执着 才能够有这种无碍的会 那既然有这句话就好了 后面还有一句解法如如 干什么呢 为什么要多加这句话呢 你看这个倒数第二行 591的倒数第二行 他引用静影书的这段话说 解法如如 是其理解 空同约如 解知一切办法 解如 明解如如 那么这个呢 我们看起来好像能够懂 他所谓的空同约如 一切万法 解如 就是说一切万法 大家共同的特性是什么 空性 从空性来说 一切万法的法性 本性 通通通都是空性 通通都是空性 大家是共同的 都是空性 如果你能够从这一点上面去了解 一切万法 一切万法都是空性 他说这样叫做解法如如 然后为了要说明这件事情 黄金主导就是说这句话如如是从柔切经所说的无法之一来的 那什么是无法之一 倒是我们必须要去了解的 请看上礼拜的讲义 10月7号的讲义的第5页 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看电脑这边 我们刚刚解释说 万法一切万法的共同的法性是空性 你也可以把它解释成一切万法共同的法性是真如 因为这样的话就不用换名词 解法如如 你换成真如 那就比较好懂 你说那真如跟空性呢 用不同用词而已 不同用词而已 那么我们先看讲义这边的无法 入嫩结经 这边所采用的 嫩结经有三个译本 现在留下三个译本 其中入嫩结经这边就很明显的 无法 明 相 分别 政治 真如 叫做无法 那么也就是说一切万法 你可以从这五个角度 去看待 去了解 首先 一切万法都有它的明 这叫人 这叫桌子 这叫三合大地 都有它的假明 然后都有它的表相 事相 有的明 有的相 所以你看明是指现象界所立的假明 相是有违法 是因为各种因缘生出来的这种差别相貌 差别相 所以这个明跟相很好懂 接下来分别 我们众生面对这一种假明 差别相 一切万法的这种 差别相上面的假明 我们开始起分别 这个人 这个人长得漂亮 这个人长得丑 这个人长得高 富 帅 又矮 等等的 所以就产生这样的分别 分别心 所以他这边写 由于面对这种明相恶法 起分别心 产生这种虚妄的念头 虚妄的分别 不但对世间法是如此 即使我们佛弟子在学佛 学习佛法 我们也常常用这样的分别心 在这些佛学名词上面 在这一些中派法门上面 乃至能面对这些法师 老师 其实我们都很容易起这个分别心 你说那这样不对吗 我没有说不对 这是一般的现象 就是这样 那说他不对 也是 因为用在经论里面告诉我们 这叫做虚妄分别 也就是说 我们有这种辨别的能力 对于这种不同的明相 当然就能够有一种 认识的能力 说这个跟这个不一样 你总不能真的演说像话 明明真的长得比较漂亮 说还一样平等平等 这不可能 不可能的事情 就是比较漂亮 但是问题在于 为什么这样不行呢 为什么说这样的分别 叫做虚妄分别呢 其实后头代表着什么呢 代表着你面对这样子的差别像 对这样的假像 对这样的假明 依者你有根本的颠倒 什么颠倒 认定他是实有的 这样他是因缘和合的 是空性的 是假有患有的 但是我们基本上的无名 这种无死来的无名 认定的都是实有 然后在实有上头 去做这样子的假明 假像的分别 后头还有什么东西 还有贪称痴慢意 不但跟着颠倒 还跟着烦恼 就像刚刚所举的例子 看到这个比较漂亮 这个好看 我喜欢 跟贪相应 这个这么丑 好讨厌 称相应 长得这么丑 我都比他漂亮 慢相应 所以除了颠倒之外 还跟着烦恼 那你说那个颠倒跟烦恼 中间里面有什么 我 我之 所以说他不对 说他不行 是从这个角度 说他虚妄 也是因为是这样 那我们学佛就是在这边 我们知道我们 无死来的无名习气 烦恼习气 自自然而然 面对各种的禁忌 面对各种的假名 假象 我们都有这样的虚妄分别 所以前面三个告诉我们 这个是凡夫的状态 后面两个 无法里面的 前三跟后二 后面两个 就开始 你要有智慧 政治 跟真如 政治你看 说 弃合真如的智慧 也就是说 你要反过来 你不要随着颠倒无名 不要随着烦恼 吸气 你要倒过来 要看到一切法的实相 你能够看到一切法的实相 那就是叫做 契合真如的智慧 一切法的实相是什么 缘起信空 今天会有这样的一个假名假象出现 一定有他的姻缘 有他的缘起 一个人那么有福报 也一定他有过去的姻缘 一个人长得这么的多病 然后长得这么丑陋 这么命运乖揣 就是这么可怜的命运 一定有他的姻缘 那么你面对这样子的一种假名假象 你了解他背后的姻缘 同时也就了解他的法性是什么 空性 缘起空性 但是虽然他现在过去的夜姻缘 有这样子的果报呈现 但是他有没有佛性 还是有佛性 他的夜报的呈现 也不外乎是他的佛性的一种展现 只是随着染的缘起 随着恶业的缘起 所呈现出来的果报 所以那种契合真如的政治 那种智慧 所看到的是这些假名假象 后头的真如 一切存在的本体 而这样的存在的本体 法性 真如 是一切法 平等平等的 通通大家是一致的 讲一致 空性 真如 都可以 因为讲空性 没有离开缘起 讲真如 讲如来杖 没有离开 随缘不变 不变随缘 真空妙有 所以这个就是 入嫩结晶里面 讲的五法 所以他后面就跟着讲了 前三法是弥法 后二法为悟法 然后后头再引用起信论这一段 就是让大家增加这个印象 起信论里面就有这么一段话 一切诸法唯一妄念而有差别 若离妄念 就是刚刚讲的分别的那种妄念 则无一切境界之相 我们觉得有美丑 有高相 这种境界 都是因为分别妄念出来的 而一切法后头的法性 都是真如 一切法西皆真顾 亦无可立 一切法皆同如故 如就是大家 一样 同 刚刚这个课本里面写的 空同 大家有共同的 这部分 法性 共同的 所以一切法不可说不可念 从不可说不可念这边去讲真如 这是起信论的话 那么后面有唯谋结晶这一段 那也就是刚刚墨学所解释的 法性 一切法的法性本来是空 所以一切法本来不是实有的 因为有无名颠倒妄想 我们把它当成实有 既然当成实有 你就会起虚望分别 这里面有美恶好丑 既然已经有美恶好丑 你就会有贪 或者是撑 喜欢不喜欢厌恶 这样子心就生出来 那你让这种贪欲心 越来越重的时候 欲着情深 你造的业就会越来越明显 越来越重 所以会广造种业 那你有业就会有果报 就不断的生死轮回了 就会有来生来世的果报了 欲爱而润生 那个生就是生死 所以结语就是呢 起货造业受果报 受果报当下又起货 又造业又受果报 这样子不断的轮回 三道轮转 所以为什么要从根本了知 一切法 你要了解一切法的法性 同样都是真如 一切法的明相都是虚望的 都是透过虚望分别来的 所以才会说 金刚经才会说 诸相非相 若知知物相非相 则见如来 极见如来 好 所以你了解这一段之后 你再来看课本 这边他说呢 法性之理体 五九二页 开始讲 法性的理体是不二平等的 叫做如 彼此之法皆如 所以叫做如如 每一个法的法性都一样 都平等 都不二 所以这样叫做如如 而如如就是呢 政治所弃的理体 就是呢 这个弄切经里面讲的 政治所看到的 所体会到的那种一切法的法体 那又引用大圣 一章也是这样写 如如是政治所弃之理 诸法体同叫做如 一如中体被杀戒 横杀佛法 横河杀戒 用这样子来形容 所有的佛法 通通都在这个真如里面 随法便如 如亦非一 彼此皆如 顾名如如 什么意思 正报跟依报不一样 有情跟无情不一样 这样叫做随法便如 如亦非一 好像呢 本体 每一法的法体啊 好像不太一样 如亦非一 但实际上 并不是不一样 彼此皆如 所以这样叫做如如 所以真如跟一切反之间 是不依不义 不空不永 他就是引用会书的这段话 说是义 如果是义 为什么会随法便如 如亦非一呢 说是义 但是呢 又彼此皆如 所以这样子简单的 解释这段话 你就能够了解 中到第一异地 那么 再下来 下来的经文是 善知极灭 因生方便 这个 以外慧解法如如 下面的经文 善知极灭 因生方便 也就是说 极乐世界的菩萨 除了有这样子的一种智慧 能够契入真如理体 他还能够呢 善知极灭 因生方便 简单的说 你注意看 我把那个关键字点出来 五百九十一页倒数第二行 静影书的那一段 解法如如 四其理解 你把理解圈起来 翻过来 五百九十二页倒数第五行 又静影书曰 善知习等 就是极灭 四其教解 习善之教 明习因生 灭恶之教 叫做灭因生 于此 昔能 善知 叫做善知 一个理解 一个教解 可是分开看 你就看不出 所以然来 把它合起来看 你把上礼拜的讲义 看一下 在第五页中间 这个教解这一段 这个就是静影书 无量寿经 译书 本来 慰义本 康生凯的慰义本 他的经文是 从如来生 解法如如 四其理解 为什么呢 解由如来 教化出生 所以才说 从如来生 空同约如 解之一切万法皆如 明解如如 到这里 所以 皇帝主老君士 先引用到这里 这个是理解 善知习等 是其教解 就是课本的这个 所以你把它合起来看 理解 教解 也就是说 你把它导过来 前面那一段 是解那个理 万法的理 真如 都能够了解 这个万法的真理 真如 后面是能够了解 教法 极乐世界的菩萨 能够解理 能够解教 那教是什么呢 教就是呢 苦极灭道 四地教 他的意思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那个 回来讲义这边 静影书 我就把它做一个简单的整理 静影书这段呢 就是经文呢 自分解 自分行 圣禁解 圣禁行 也就是前后他的文 比较长 但是呢 他注解的时候是 自分 自分解 自分行 圣禁解 圣禁行 自分解里面分 解理解教 自分行里面呢 分 屈菩提行 灭生死行 所以 这个灭生死行呢 你看就是 这个是 后面五九三页那边 这个 知一切法 西皆空 及 生生烦恼 恶于俱进 等等这些 当然这个会极本的用词呢 跟康生凯的本子不太一样 总之呢 先让你了解 本来 本来前后的意思就是说 从自己来讲 菩萨呢 有解 有行 然后呢 更进一步的解跟行 那就不但是自己了 还能够化他了 所以在自己的这种解跟行里面呢 解再分成解理解教 那行呢 再分成呢 上求佛道 跟灭生死 屈菩提行跟灭生死行 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 他的本来的意思 那现在会极本呢 他只有呢 用到这个 善知极灭 因生方便 下面那一段 知一切法 那种圣境的方面呢 他是另外一段 所以这是分开的 所以我们大概 先了解这样子 一个解理 一个解教 那解教这边 为什么叫做 善知极灭 因生方便 因生方便 就是教法 释迦牟尼佛 在教学 就用因生嘛 所以因生方便 就是呢 这些教法 然后极灭呢 就是苦极灭道 用这两个做代表 为什么用这两个做代表 你真的能够了解极地 你就能够了解苦地 了解涅槃 你就知道 要怎么样修道 才叫做涅槃 所以他的注解里面 就写了 极中以坚苦 灭中意寒道 就代表苦极灭道 通通都有了 所以这一段的意思 这样你就明白了 然后导数第四行 就写了 菩萨于此 稀能善结 所以这样叫做善知 然后于中巧知 叫做方便 善知又方便 又善知又知道如何方便 所以叫做善知极灭 因生方便 实际上这边呢 多说两句 整个佛法的大纲 如果特别要用一个专题去讲 所有的教法里面 你用一个专题去解释 释迦牟尼佛的教法 用哪一个做代表 很多种讲法 你就用四地 苦极灭道四地 就是佛陀所有教法的大纲 都在里头 苦极二地代表 世间因果 灭道二地代表 出世间因果 所以你从这边呢 就可以好好的 把这个佛法的大意呢 就讲出来 这个苦果有三苦 有八苦 有无量苦 然后极地呢 有祸跟业 起祸跟造业 那这个就是世间的因果 那你要能够跳脱这种世间的因果 出现世间 就是要让我们能够解脱这些世间的苦果 那你必须要能够灭掉那个苦的因 基地 所以道地本身 苦极灭道 那个道地本身 就是要去对峙那个基地 你真的能够完全对峙掉这种生死苦果的因 你就正得灭盘灭地 所以整个佛法的大纲 你可以用这四地去做寒瓜 那现在这边呢 善之极灭 因生方便 意思就是说 极乐世界菩萨到他方世界 到十方世界去说法 教化众生的时候 他就掌握这个四地 然后在这里面用各种善巧方便 让众生了解 怎么样能够对峙极地 正得灭地 这样去修道的方便 所以这个就是 用这样子来 来总结极乐世界菩萨 他们说法的那个 然后最后一句 不心事与要在政论 这边呢 这位皇帝主老居士呢 很简单的用两行字 他说呢 明其离过 意思就是 不能够真正帮助利益众生的 通通不说 非世间无益之论 专要说出世大圣就尽了益 而且不但是要讲出世间的 不讲戏论 还一定要讲大圣的 就尽了益的 所以这样叫做呢 这个要在政论 所以皇帝主老居士 故意引会书这段话 所谓的政论呢 就一定要是 就尽了益 这种大圣的政论 以上到这里 是讲极乐世界菩萨 利他 前面第一段是自利 这一整段587页这边呢 主要是在讲利他 接着呢 593页开始 就是在讲 自利利他 德行圆满 他是做这样的分段 从自利切法开始 那这边呢 他就没有再分小段小段的了 他就整个呢 就放在一起 他没有再分小段 那么首先呢 第一句话 自利切法 西接空极 从这边开始 实际上就是呢 我们刚刚引用 那个静影书讲的 这个呢 他是屈菩提行 灭生死行 都是属于这部分 你看哦 如果你不能够知道 一切法西接空极 你怎么样有下面那两句 深深烦恼 鳄鱼俱进 所以一开始先这两句话 你知道一切法都是空性 所以你才能够用 这样子的空性 般人智慧 去断烦恼 断果报 所以前面这两句 应该好懂 你593页 你看他这边 他引用维摩金 诸法究竟无所有 引用大圣益章 一切法的理体 都是空极的 然后呢 引用绘书 般人庙会 正极灭平等 这一切法都是极灭 就空极 极灭都可以 然后呢 又引用万善同归极 讲这个 佛教里面所讲的 空不可得 无实性 引用这几个 要证明什么呢 极乐世界的菩萨 有这样的菩萨智慧 了解一切诸法 结毕竟 无所有 不可得 平等空极 所以 无所有 不可得 空性 请参考 上礼拜的讲义这边 无所有 不可得 我就用这样六个字 去查 大菩萨经 光是一个六百卷的 波尔经 出现这样六个字在一起的 两千零七 两千七百零四处 一部波尔经六百卷 出现两千七百多次 然后 必尽空 两千一百五十六处 所以为什么 尽空老和善会说 整部波尔经 最重要就这三句话 无所有 不可得 必尽空 也就是说 整部波尔经 就在讲 这三句话 你也可以这样说 一切法 无所有 不可得 必尽空 现在黄念族老居士的注解 就怕大家误会 这个必尽空 所以他要补一句 那个万善同归旗的 那一句话 是不断之无 那种必尽空 不是断灭空 是讲那个实际离体 不是完全没有 所以这个呢 我们 从头以来 我们在讲习上面 一直强调 你要了解空性 你要了解 第一空 不能够离开元气 之所以要这样去强调 就在这里 我们很容易落入 这种文字的那种 分别之作 一看到毕竟空 什么都没有 一切法的法性 什么都没有 那这时候呢 那你还有一个真如吗 你还有一个佛性吗 你就会这样怀疑 你还有个真如 还有如来杖 那个是如来的方便说 你就会冒出这样画出来了 所以这个是问题所在 那要怎么样去了解这个呢 一切法的法性 毕竟空 请问 像现在这样子 电脑在这边 桌子椅子在这边 这些是不是一切法 我们的人 有情众生 有五蕴和合的 这种生命活动体在这边 他是不是一切法的当中的一法 那既然一切法的法性 都毕竟空 那请问 像我们这样友情 五蕴和合的友情 正在活动的当下 正在讲话的当下 他的法性是不是毕竟空 是啊 那既然是 你说他什么都没有吗 你怎么可以用 什么都没有去解释 毕竟空呢 就错了嘛 正在有活动的当下 他的法性还是毕竟空 为什么 因为都是生灭缘起相续的 只要是缘起生灭相续而有的 他的法性就是毕竟空 那依法不是这样 你说那 你那个是友情 那桌子椅子都是死的在那边 死死的在那边 哪有活动 你要这样说 我说那你国中物理学没学通 国小没有学物理 现在大概也有 我不太了解 国中开始学物理 学化学 就告诉你 那里面的原子分子 死的吗 在动 只是动的幅度很小 我们不能够察觉 那更何况现在的量子力学告诉你 组成这些桌子椅子的基本粒子 夸克本身 是那种测不准原理 它是光波的一种形式也可以 是粒子的特性也可以 但是呢 它本身的活动 如果你用高级 超级显微镜去看 那个分子 基本粒子比分子跳动的更厉害 怎么会是禁止的呢 是因为我们凡夫 这种从这种粗的表象上面来看 以为它是死的不动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桌子摆着摆着摆着 为什么摆个十年 三十年 好一点的块木 摆个一百年 它慢慢的也在会 会有坏掉的状况 你说它因为是风吹日晒 雨水打 那是受到外面的因缘的影响 它自己本身 物质本身 也是会在变动当中 只是我们一般凡夫看不到而已 所以讲这个只是让大家了解 一切都是源起生命相续的假象 所以说它毕竟空 法性毕竟空 说它无所有 说它不可得 不可得就是你要找它的实体 不可得 没有实体 说它无所有 也就是一样的 你要说它真的有吗 不是实有的 你说它没有吗 好像有这样的源起的假象在这边 所以这个就是第一句话说的 那你了解了这个一切法 西皆空极 法性都是空极 你用这样子的一种了解的智慧 下去观察自己的五蕴 色受想行事 观察自己的色 心 色是肉身 心是受想行事 你的念头 你的生理心理活动 难道不是毕竟空吗 既然如此 既然如此 你依着这个五蕴所生出来的 贪嗔吃慢疑 这些烦恼 不是毕竟空吗 都是啊 所以这时候你才能够用这样子的智慧 下去断自己的烦恼 既然他是毕竟空 他是无所有不可得 我们为什么要让 无所有不可得毕竟空的烦恼 来让自己受苦难 那不是冤枉是什么 更何况还因为起烦恼 还造恶业 让自己吃更大的亏 那更是冤枉 为什么不用 无所有毕竟空 不可得的这一种法性 去造善业呢 同样都是无所有不可得毕竟空 造善跟造恶 然后呢 这个修道跟造十二业 差这么多 果报将来的果报差这么多 想一想就知道 你把它搞清楚就知道 要怎么做 不过话又锁一头 这个都说理论上面想一想就知道 事实功夫上面的是要慢慢改 不要误会 你不要接下来说 事实上是做不到 我没这样说 你要听清楚 我刚刚就说慢慢改 不可能要求我们一下子就知道了就马上就能够超凡入胜了 因为真的是烦恼习气太重 所以了解之后慢慢的去转变 慢慢的去转变 所以课本经文这边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你有了这个智慧之后 接下来生生烦恼 恶于俱进 他说呢 生生就是指分段生死 变异生死的生 这种有生死的生 那么恶于俱进的话 那个恶于 他翻过来五九四页 生生的苦报 这是苦果 果报 有生就是有果报 然后烦恼的残余 所以恶指的是果报跟烦恼 烦恼就是因 因跟果的残余 所以你看生生是苦果 烦恼是获因 这两个全部断干净了 为什么可以断干净 因为知道前面的一切法细节空隙 用这种空性的般若智慧 你就把它拿掉 既然一切都是缘起的 所以说它空 你改变它的缘起 从根本上改变它的缘起 因没有了 果报就没有了 那因为不是一下子 就马上可以这么高的功夫 所以慢慢的把那个习气 也拿掉 也改变掉 所以这个就是习气 也拿掉 这叫做这个 这个这个 恶于俱进 所以你看这个第三行 五九四月的第三行 恶于就是苦疾的残余 苦是苦果 疾就是货 货 业跟货 那这边直接讲货 那这边直接讲货 货就是货 所以苦疾的残余 菩萨能够断正死跟习气 无有残余 残余就讲那个习气 所以完全断干净 离开分断生死的父母生生 有肉的果报 全部没有了 那么锦辛也是这样解释 生生是果报 烦恼是苦因 因跟果两个 全部能断干净了 包括习气也断干净了 这样叫做 恶于俱进 所以前面的那一个 知一切法 细节空气最重要的 因为有这样的智慧 才能够接下来 生生烦恶 恶于俱进 接着 就近一圣 经文是说 于三界中平等勤修 就近一圣 置于彼岸 这个我们皇帝主老居士 他直接就先解释 就近一圣 他没有解释 这个平等勤修 这句话 所以请参考 上礼拜的讲义 第五页这边的最后两段这边 平等勤修 就近一圣 学路老人的梅柱 他在旁边 写着 整体来说 平等勤修 是因为 凡胜至他 横共相应 所以他的平等勤修 对着 面对着凡夫圣人 面对 至他 他通通都能够 用平等心 下去修 大慈悲 利益心 下去修 所以才会说 凡胜至他横共相应 另外的话 空甲 恶观 中观 也就是说 他解释 平等勤修 是因为 你能够 空甲 恶观 平等勤修 平等 不偏空 也不偏假 然后呢 又能够 进入中观 所以才能够 就近一圣 所以他的梅柱 非常的简单 他写着空甲 恶观 写个中观 就是因为 你来空甲恶观 里面能够平等勤修 所以你才能够 用中观 就近一圣 他的意思是这样 所以 这个我把它补充说明 住平等会 精勤修 就近十项 一圣之礼 整个八个字 就用这样解释 所以他既然用了三观 就是天台的这种说法 一心三观 用一心三观 观一进三地 得一心三智 施工学如老人 的梅柱主要是从这个角度去讲 那一心三观 观一进三地 三观就是空甲中三观 同时可以这样子修 为什么 因为观一进三地 简单的解释一下 任何一个境界 会修一心三观的人 观任何一个境界 都可以同时看到 真修中三地 举例说明比较好懂 一句佛号 这句佛号 你怎么样能够 用一心三观念佛 观这句佛号 有真修中三地 真地是什么 空性 其实套用末学习惯用的 很简单就是 缘起信控 你之所以能够念 这句佛号 这句佛号的出现 一定是缘起的 所以你正在念佛当中 不管有声念 默念 这句佛号是缘起的 所以是空性 缘具足才能够 有这句佛号出现 是缘起的假观 输地 所以同时缘起 同时即使空性 同时看到他的真地 同时看到他的属地 两者不恶 真修不恶 中地 所以每一句佛号里面 你都能够这样子来观察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通通都是真修中三地 你同时用空甲中三观 而且你要仔细分析的话 那更 你一开始先把这个分析清楚 为什么它是缘起的 你先想看 你现在完全不动念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 你开始启动你的念头 要念佛 第一个字是阿 然后再来是弥 再来是佛 再来是佛 阿 阿弥陀佛 请问 没有念佛之前 阿在哪里 原具足阿出现 第二个字 弥出现的时候 阿在哪里 所以 阿弥的弥 弥能够出现 要具足四元 要有清音元 要有所元元 要有等无间元 要有真上元 等无间元就是 以阿作为迷的等无间元 因为有阿所以带出迷 因为有迷带出陀 因为有陀带出佛 这样子用四元来分析 这个叫做缘起 一句佛号的出现 一句佛号的出现 是这样子的缘起相续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每一句都是这样子的缘起 生命相续 它不是空心是什么 能念的心 与所念的佛号 不管有没有出生 分得开吗 你离开佛号 有所念心 离开所念的佛号 有能念心 另外的心吗 你说有 我起心念佛号 那是因为 我们错误的认知 以为离开所念的 有能念的心 如果你不出生念 你自己想一想 你自己分析分析 你正在很专心的 只有阿弥陀佛 四个字的时候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问你这时候 你的心的样子是什么 就是佛号 能念心的样子 就是佛号 你很专心 没有说我在念佛 没有那个我在念佛 的我都没有 就是只有佛号 这时候能念的心 跟所念的佛号 分得开吗 所以刚刚你的问题是 有啊 离开佛号 我有能念的心 就是我们 没有真的专心 离开佛号 还另外有一个 我在念佛 所以讲这个 就是要让大家了解 能所 其实本来分不开的 那既然佛号 是缘起信空 能念的心 离不开所念的佛号 能念的心 也是缘起信空 能念是空 所念也是空 虽然都是空 但是却是 缘具足不断的相续 念念佛号是相续的 禁念相继 你真的会这样子用功 那不就是 都舍六根 禁念相继吗 所以不要把一心三观 关于金三地 想象的好像很难 没有很难 难的是后面那句话 得一心三智 那是爱有甘乎 他才是真正能够有智慧 但是会修 了解这个道理 你在念佛的时候 就是这样念 就是如同上礼拜末学强调的 你已经知道这个道理了 你已经知道是这样的分析了 你以后念佛 不需要在每一次 再替自己分析一次 你就是专心的念佛 在念佛当中 每一句佛号当中 佛号清清楚楚 正因为清清楚楚 所以能念所念是不可得 虽然不可得 能念所念 清晰分明 禁念相继 所以这个 可以说呢 这个平等勤修 就禁一圣 另外一个解释方法 就是讲义的后面 于三界中修一圣 于于极乐世界中修 平等不恶 因为刚刚雪如老人的梅作诗说 凡胜至他横空相应 平等勤修 所谓的平等 就是不管在哪个净土 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境界 不管面对什么样的众生 所以墨学才会把它补充说明 你是在三界六道里面修一圣 跟在极乐世界里面修一圣 是平等不恶的 虽然是如此 以悲愿故 菩萨视线在三界中 精勤修习 广度勤生 置于彼岸 所以为什么会有置于彼岸 他自己这样修 也视线给众生看到 也是这样修 所以才能够帮助自己 帮助众生 置于彼岸 所以经文写的是这样子 课本写的也是这样 你看594页的最后一行 到595页 就近一圣 穷尽此依佛圣 依佛圣之礼 叫做就近一圣 极乐诸大菩萨 卑视红生 虽居极乐 但为哀敏众生 故人视现于三界生死之中 助平等会 精勤修习 所以经文讲 于三界中 平等勤修 不要忘记经文有 于三界中 明明是在极乐世界的菩萨 为什么要写于三界中 所以刚刚就要强调 平等不二 所以究竟了达十项一圣之礼 让自己得到涅槃彼岸 也能够帮助众生 到达涅槃彼岸 好下面 绝断以往 正无所得 刚讲无所得已经强调过了 那绝断以往呢 他这边就写得很清楚 课本595页就写得很清楚 两个解释 一个是断自己的仪 第二个是断众生的仪 这一段主要呢 就是有这个解释 他说呢 静寅书强调的是断自己的仪 然后呢 加祥书呢 是断众生的仪 那后面呢 黄年主老居士就补充 自己能够断仪 才能够有真实的智慧 也才能够帮助众生断以正正 好 那么正无所得 刚刚已经解释过了 那就是空性的无分别制 所以无分别制 就是这样来的 诸法实相 你看导属第三行 他引用 引用制度论讲 诸法实相中 决定相不可得顾 叫无所得 决定没有相可得 你要找那个相 那个都是虚妄相 所以金刚经里面才会说 见诸相非相 见如来 一定要看到相都是不可得 然后引用涅槃经 无所得者名为慧 有所得者名为无名 又说有所得者生死轮 一切凡夫轮回生死 有所见菩萨永断一切生死 所以菩萨名无所得 这个我们看原文 请看上礼拜讲义 第五页最后一行 这个是从凡行品这边来的 他前后文其实很多 还内书法就是 引用一小段而已 那末学来多引用一些 也没有全部引用 你看他这边写的 无所得者名为慧 菩萨摩托得识会 故叫做无所得 有所得者叫做无名 菩萨永断无名案 所以叫做无所得 这样叫做菩萨 叫做无所得 他的经文这样子有点复杂 简单的说 为什么菩萨的智慧 叫做无所得 因为他能够永断无名 有无名 你就会有有所得 菩萨因为永断无名 所以叫做无所得 再来 无所得叫做大涅槃 菩萨摩托撒安住在大涅槃中 不见一切诸法信像 所以菩萨叫做无所得 如果有所得叫做二十五有 二十五有就是三界六道 的生命状态 分成二十五种状态 有所得叫二十五有 菩萨永断二十五有 得大涅槃 所以菩萨叫做无所得 所以这一段要告诉你 不见一切诸法信像 没有 没有法像 法像无所得 法信也无所得 这样才能够完全摆脱 三界二十五有 正大涅槃 这样叫做菩萨的无所得 自从这个角度去解释无所得 有所得叫做生死轮 一切凡夫都在里面轮回生死 因为有所见 有所得有所见 所以会轮回生死 菩萨永断一切生死 所以菩萨叫做无所得 所以就用这三段 比课本多一点 第一个永断无名 第二个永断二十五有 不见一切法的信跟像 第三个永断一切生死 叫做无所得 所以这就是你就可以了解 为什么这一些法师大德 乃至这些诸佛菩萨 他们可以一切放下 真的都能够通通舍 就是因为他们看到 这些法相都无所有 无所得 我们凡夫会轮回生死 问题都在这边 有所见有所得 学佛了 我学了好多 那也是有所得 只是好一点 比世间人没有学佛的 好一点而已 如果没有抓到这个重点 那真的 真的还是跳不出去 所以这个嫩眼镜才会说 无上菩提归无所得 好下面 以方便至增长了之 从本以来安住神通 绝对以往正无所得 下面就接着 以方便至增长了之 那么这个 以方便至增长了之 他先解释 什么叫方便至 就是全至 对着实至来说的 实至是达诸法实相 叫做实至 然后方便至或是全至 就是了解这一些差别相 一个是实相 一个是差别相 如果从菩萨来说的话 差别相 就是知道众生的根性 知道众生的好要 知道法门的差别 什么样的众生 适合用什么样的法门来度 所以这叫做全至 所以下面引用大圣义章 引用密教的这些 通通都是从佛如来的角度 全十二字 实际上 如果各位如果想要去听法华经 想要去研究妙法莲华经 整部法华经 告诉你的 就是你要学习的 就是如来的全十二字 开始误入佛之之鉴 佛之之鉴 归纳起来 就是佛如来的全十二字 你也可以这样说 所以他这边告诉你 引用前面 引用这么多 他说方便字就是如来的全字 是不可思议的度生妙用 通通由这个方便字全字来的 但是你的方便字要怎么来 要先有十字 从根本字 才有这一种后德字 差别字方便字全字 所以才会说增长了字 他是从这个角度去解释 你说为什么这样解释 不要忘记 决断以往 正无所得 正无所得就是正十字 有了十字之后 以方便字增长了字 就是从十字根本字 进一步到方便字全字 他的经文是这样安排的 只是说我们看注解的时候 能不能看得出来 原来是这个意思 因为注解毕竟 它是一句一句分开 分开这样解释 但黄帝主导句其实写得很清楚 只是大家有没有看到重点 有没有看到重点 然后方便字增长了之 从本以来安住神通 这个从本以来 你看五九六页的倒数第二行 他说当你有这种权制 要度送众生 用这种方便字去度众生 不离神通 而这些神通 从本以来自然安住 非从外得 就如同圆觉经里面讲的 本来成佛 所以才会接下来写着 从本以来安住神通 然后接着五九七页就说 有权食二字 你的神通就自然安住 等于 他把它连贯起来了 他的经文把它连贯起来 你有十字去追求方便字 有十字有方便字 你就能够赠得这个神通 才能够用这种智慧 去帮助众生 这个是他前后文的意思 但是这个从本以来 跟圆觉经 他所引用圆觉经 里面讲的 本来成佛 相信很多人 刚开始学佛的时候 看到这个实在是 不太好了解 那我们先看讲义 第六页 上礼拜讲义第六页 先看那个增长了之这一段 就是说他的出处 是从唐义本 大宝基金来的 我们先把他的出处 先这样看一下 能及能见一切诸法 皆无所得 以方便字修行灭伐 善之取舍 理非理去 与理去非理去中 皆得善巧 所以他这个方便 方便字 就是从这边就看到了 善之取舍 理去非理去 正确不正确 你都能够了解 然后善业有善报 恶业有恶报 善业跟因跟果之间 必然的你都了解得清楚 不但是知道一切法无所得 但是也能够了解这些因果必然的道理 得种种的善巧 然后接着经文就 于是语言心不碍要 出事经典 诚信勤修 善巧寻求一切诸法 求一切法增长了之 所以会基本把它省减了 也就是说方便字呢 就是善巧寻求一切诸法 在一切法里面增长了之 什么意思 如何帮助众生 方便字 什么样的众生 用什么样的方法 说实在话 我们现在的 所能够理解的 帮助众生的 都是就我们现在 所能够知道的 能帮多少算多少 实际上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帮得上忙 问号 为什么我们没有这样的智慧 我们没有根本字 实字 所以基本上就不可能 从根本字到后的字 从实字到全字 而这一段就是 因为你已经有实字 根本字 所以接着呢 去寻求这些方便字 来帮助众生 所以要增长了之 要不断地去学习 去了解众生 知法 接着念 知法本无是不可得 于所行处 义无取舍 卸托老病 助助功德 从本以来 安住神通 勤求生法 于圣生法 无退转 于难解法 信仁通达 得一圣道 无有疑惑 我划线的地方 就是说 汇集本所汇集的 只是稍微改一下 把它汇集成 我们现在的经文 这样子 所以我帮他做个整理 从方便字 到通达 差别字 如实 对不起 没有讲义的人 要看电脑 这边 所以 从根本字 通达 差别字 如实了之 善恶 是非 邪正 真伪 这就是所谓的差别字 完全很清楚地了解 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不对的 什么是邪 什么是正 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伪的 这四个的排序 其实是 以前静空老上 常常强调的 从浅到深 通通都要很 很清楚地知道 这就是 增长了之 然后呢 方便字的开明 黄年主要君子的注解 就是不但是呢 有实字到方便字 方便字的开明 又能够 测显 心源 从本以来 得一圣道 他是用 这样子的连结 好 这一段呢 讲完后 接着强调 那个从本以来 跟这个本来成佛 这两句 你要怎么去了解 从本以来 墨学尹用这个 大致度论这一边 七十四卷的这里 离世两边说中道 不要着空 不要着有 不要着有 不要着无 这样叫做离世两边说中道 所谓诸法因缘和和生 四合合法 无有一定法 所以叫做空 既然是因缘和和而有的 就没有一定 叫做空 为什么 何以故 因缘生法 无自信 无自信 故 毕竟空 是毕竟空 叫做从本以来空 这种空 不是佛所做的 也不是其他人做的 愚人所做 诸佛为可渡众生故 说是必尽空向 所以前面 画那一画底线的那边 是要让大家了解 你怎么样了解 从本以来 一切法的本来法性 是必尽空 这种空 是本来如此 不是佛所做的 也不是其他人所做的 那佛说这个干什么呢 是为了可渡众生 就是有机缘的众生 让你了解 一切法的法性 法相 是必尽空性 必尽空相 要从这里去了解 从本以来 为什么 墨学要引用这一段 很多人一直误会 从本以来 就是从很古早 古早以前 无量无边界以前 从那边开始以来 我们都是佛 那人家就问说 那既然这样 那为什么会 一念无明变成众生 那接着就会问说 那既然本来是佛 会有一念无明变众生 我们现在很努力的修行 变成佛 哪一天又一念无明 又变成众生了 有开始就要结束 所以你对那个 从本以来的误解 就在这里 这就是墨学 为什么要引用 大智度论这段话 你要怎么了解 从本以来 本来成佛 本来是空性 从头到尾 即使到现在 也还是空性 就像刚刚墨学 刚刚举例的那个 所以圆觉经里面呢 就有一个菩萨问佛 如果这样 那要怎么样去修行呢 所以佛就给他回答 圆觉普照 极灭无恶 看起来有世界有众生 这些有世界有众生的 都是如空花乱起乱灭 无户无脱 众生本来成佛 生死涅槃 犹如着梦 像昨天的梦一样 过去就过去了 你要做做不到的 所以接着讲 无起无灭无来无去 所正者 无得无失无取无舍 能正者无认无止 无作无灭 于此正宗无能无所 毕竟无正义无正者 一切法性平等不坏 所以我就不细解释 这些圆觉经的经文 这个很深 而且还很长 所以就是让你了解 众生本来成佛 出处在这里 他本来意思呢 就像前面讲的 眼睛有毛病 所以看到虚空中有花 乱起乱灭 正常的人看 虚空中没有花耶 从来没有花生起来过 眼睛有毛病 来说有啊 有生有灭啊 所以是从虚空中本来无花 去讲众生本来成佛 是从这个角度去讲 忠密大师的注解 圆觉经列书 就简单的解释这一段话 始知众生 那个始知 就是始觉 你开始起始觉 你要观行成就 才能够知 你要修观行 你要修观照 你要修行修观照 你才能够知 然后本来成佛 那个本来成 是本觉 是讲那个本觉 所以知与不知 不管你知不知 都是本来是佛 佛是究竟觉 始觉跟本觉 不是两个觉 不是两个觉 是同一个觉性 所以众生本来成佛 是从本觉去讲的 从你的本来的佛性去讲的 不是说从很早很早 很早以前 你是成佛的 不是这样解释 所以这个是要让大家 多了解一点 当你看到这种 本来成佛 从本以来 不要误解 回到课本 五九六页 这边的菩萨 也是如此 有这种实质 有这种方便质 增长了之之后 就完全了解 原来 从本以来 这种神通 自然安住 不是从外面得来的 所以这个增长了之 从本以来 安住神通 得一圣道 不由他物 五百九十七页 他就说 得一圣道 就是一佛圣 得一圣道 就是原正 就近大觉的佛果 因为有这样的 根本字 方便字 就能够策证心缘 完全能够 正得就近的佛果 这样叫做 得一圣道 而这种正得的境界 不由他物 不是别人教的 不是别人教的 所以他说 另外一个译本 为译本用的是 会由心出 也就是你真的 有这样的解知的话 你的那种正性的智慧 就从你的心里面 就这样发出来了 不需要人家教 所以五九七页的 二四六第六行 你看 迁移永断 迁就是形容 一点点的疑惑 都没有了 全部断掉了 朗然大悟 顿正实礼 得一圣道 能正此一圣道之志 必从自心出 不是从他处生 所以用 后面会书用的是 无师至自然至 生出来这种智慧 不是别人教了 是一种无师至 是一种自然至 好 那么这个无师至自然至 你看一下上礼拜的 最后的这一段 第六页最后这一段 这是解释 无师至自然至 有时候你在佛经里面 也常看到这两个名词 所以不是借他力 不需要别人教 自然成就的智慧 这就是佛所正德的智慧 也叫做无功用智 不是由师教 或者外力 不是外人给你的 也不是老师教的 那么法华经 批评里面 有这段经文 若有众生从佛世尊 文法信授 勤修精进 求一切至 佛至 自然至 无师至 如来之见 立 无所谓 敏念安乐 无量众生 立一天人 度脱一切大圣 这叫做学习大圣的 所以真正的大圣 学习的人 就是要求佛的一切至 佛的智慧 自然至无师至 佛的如来之见等等 那么 吉障大师的注解 自然至 让大家多了解一点 吉障大师注解说 自然至就包括了 空有二至 能任应了知 空有二进 是无功用的了知 一样的 窥基大师的注解 也这么说 佛由自觉而生 观空至 观有事至 有跟空 叫做自然至 任命就能够了解 一切法的空跟有 这样叫自然至 所以 不是自然而有而已 当你看到自然至 不要以为 就是自然而有 这两位大师的注解 就包括 就告诉你 还包括空有二至 好 回到课本 五九七页 这种无师至 自然至呢 就自然生出来的 就成就了 好 所以五九七页的最后 最后呢 这个黄年祖老君士 就引用六祖大师 慧能大师 在法宝堂经里面讲的 密在汝边 那个密 就是连结前面的 诸佛密藏 无不明了 经文一开始 不是有写吗 陈同辉德 无不圆满 诸佛密藏 究竟明了 到最后 得一圣道 不由他物 都是本来具足的 在前后就连贯 极乐是极乐菩萨 都有这样子的智慧 好 我们第一堂课 先到这里 我们第二堂课 来开始 接着继续 第三十一品 这个真实功德 第三十一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 五百九十八页 这边 我们把经文念一下 真实功德第三十一 其至红身 辟如巨海 菩提高广 欲若须迷 至深微光 超于日月 其心洁白 犹如雪山 忍若如地 一切平等 清静如水 起诸成垢 赤胜如火 稍返老心 不着如风 无诸障碍 法因雷震 绝未绝固 欲甘入法 润众生固 旷若虚空 大词等固 如镜莲花 离染无固 如泥居宿 护印大固 如金刚柱 破邪指固 如铁为山 众谋外道 不能动固 先念这一段 那么你看他开始的解释 他说这一品跟着前面一样 都是在介绍极乐世界的菩萨 自立地 他的妙德 一样分三段 这一段 我们刚刚念的这一段 全部都用辟语 像譬如巨海 像驱迷 像雪山 像火 像风 等等 都是用辟语来形容 赞叹极乐世界菩萨的这种功德 然后第二段才是说明真实的功德 第二段是在哪里 603页那边 所以这个是第二段 直接就 文字上面就直接描述极乐世界菩萨的真实功德 所以这一品的名字就用这个真实功德 第三段蒙佛赞叹 有这样子的这种自立地 他的功德 包括607页 607页这边也还是在讲真实功德 属于第二段 那么第三段是611这边 常会诸佛所共称赞 所以这个是这一品的三段 那么请看今天的讲义 一开始也是说一下 把这个黄念祖老巨师的筑简超过来 然后后面最后这两句是我补上去的 就是我们学净土的 我们净宗学者读到这边 因生心目效法学习之心 我们也要向这个极乐世界这样子来学习 来学习极乐世界 这一 菩萨他们这些功德 不要忘记一直强调的 我们去就是跟他们在一起 无量寿经的经文 所赞叹的人等于在赞叹我们 我们不要名时不乎 要尽量从现在就开始好好学习 虽然还没去 就学习着做极乐世界的菩萨 那么重点的第二个 就是把前面的这三段 再把它分段 这个是课本没有的 是墨学稍微整理一下 每一段各有分成这样小段小段的 像刚刚我们念的这个 他说用辟语来说明 极乐世界的自立立他的功德 所以我就把它分开 一个是自得自己的功德 自立 一个是立他 所以自得方面 自得无碍再分成得体尊胜 跟得用自在 立他就赞叹 那你怎么分呢 原则上的 其字红神 譬如巨海道 其心洁白 犹如雪山 这几句都在形容 他们的这种功德的那种体 所以你看 这个注解里面用的是 一个体一个用 所以这几句强调他的智慧 菩提 还有微光 还有内心的洁白 都是讲那个功德的体本体 然后人若如地一切平等 很清净如水 这边就开始讲他的得用 能够洗诸成垢 能够稍烦恼心 没有障碍的来 稍烦恼洗诸成垢 是讲他的得用 然后法因雷震 绝位绝故 开始就在讲立他 法因雷震 当然就是教学了 说法教学 所以从这边开始 就算立他 那至于第二大段的真实功德 也大概分成这样三段 调福至他 自导群生 福慧庄严 第三段就没有分段了 诸佛为罪真名 同生称赞 正显大事得身后 那么这个我们讲到那边去 再来分段 再来告诉各位 所以先看这个第一段 用批语的这个 第一句呢 用大海 巨海 来赞叹极乐世界菩萨的 智慧红身 红呢就是广大 身呢就是非常的这种 这种深入嘛 所以这个好懂 第二句呢 菩提高广 欲若须迷 这个菩提 其实也是在讲觉悟的智慧 只不过呢 前面很明显的写出智慧 其字红身 第二个写菩提 因为呢 我们为什么这样解释呢 菩提跟涅槃 会相对的 讲菩提是讲智德 讲涅槃是讲断德 所以这边呢 菩提高广 其实就是形容这种 觉悟的智慧 像须弥山 须弥山这样的高广 但是呢 须弥山只有高广而已吗 黄念祖老居士里面呢 他就引用华严经 引用慧灵音译 等等来告诉你 须弥山有几个 一个是庙高山 分译成庙高山 一个叫做庙光山 一个叫做安明山 三个名称 所以用这三个名称呢 庙形容它的庄严 非常的庄严 唯妙 高呢 是形容无上 最高的地方 无上 光弹呢 就光明 安的话呢 就是呢 不动 你看 安者定也不动 明的话呢 就是光明嘛 然后没有污垢 没有染污 所以他用妙光 妙高 安明 用来形容这一些 菩萨的功德 智慧 所以五九九页的第五行 他说虚弥 为什么用虚弥评语 虚弥四宝所成 表菩萨的菩提 万德所庄严 妙高 菩提 更无友善 妙光 会光 常照世间 安呢 是他的定 如如不动 明呢 是洁净 没有染污 无垢 这样子 这完全用形容 用辟语来形容 然后再来 自身微光 超于日月 微德光明 超过日月 这个好懂的 齐心洁白 犹如雪山 雪山的话 一看就知道 洁白 然后呢 雪山呢 不动 所以你看 导数第四行 雪山的洁白 批育 他的戒 慈戒的戒 慈戒清净 还有呢 定 静 定静的话呢 就是不动 解白 也是呢 代表清净 所以呢 等于 戒定慧了 也有这个意思 在里头了 所以那个静呢 纯白 你看 导数第二行也写了 雪山显其定静 诸德皆静 叫做等一静 平等一如 本来清净 用这样来形容 他的内心 是这样的平等 一如 又清净 又慈戒 再来 这个 忍入如地 一切平等 所以如果你去看 这一些注解 这东西都只在 解释名词 你要把它用到 自己身上来 你就发现 都是值得学习的地方 那么 这个 忍入如地 这个 你看 批 批于大地 没有分别心 这个 重者 轻者 美的 丑的 好人 坏人 通通都是踩在 这个大地上面 所以 没有分别 没有简责 比喻 菩萨的忍入 远离一切 比我 恩怨 为顺之别 就是前面讲的 大平等的慈悲心 平等的大慈悲心 这样子 忍入如地 那么 其实这个 就是金刚心 大慈悲心的 基本的 这一种形容 我们要能够 学这种忍入 平等的忍入 再来 这个 清净 如水 喜诸成垢 代表呢 洗掉我们的 烦恼 恶业 这些 烦恼 恶业 然后呢 烧烦恼心 也是一样 用智慧 去烧掉 这些 烦恼 等于用智慧 把那个烦恼 给去除 然后 不着如风 无珠障碍 无珠障碍 是形容 那个风 爱怎么吹 就怎么吹 那 为什么用风来形容 因为代表菩萨的 这种 这种自在 解脱自在 你看他这边写了 一切无助 无执着 所以他到哪里 都没有障碍 我们常常呢 碰到某些人 碰到某些环境 我们就会这样 别扭别扭的 很不习惯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们内心呢 有所分别 那 要自在 就要一切无助 这样子 好 那么再来 法因雷正 绝位绝故 用这一种打雷 来批育 教学 法因 其实是 讲经说法 教学 然后为什么要打雷呢 正经世间 精醒这个世间 觉悟这个群迷 让没有觉悟的众生 能够醒过来 那么 欲甘露法 论众生故 下雨 用这个下雨 可是下的是什么 甘露 所以 甘露呢 在佛教里面呢 就形容呢 可以起始回胜的 所以倒数第五行 佛的教法 能令众生 永断生死 得大涅槃 所以叫做甘露 论众生故 再来 这个 旷若虚空 大慈等故 用虚空来形容 他的慈悲心 为什么 虚空能够容纳一切 所有的一切都在虚空当中 就好像 菩萨的平等的大慈悲心 也能够容纳一切一样 所以 等那个等的就是平等 所以这种平等的大慈悲心 不但是能够接受好人善人 恶人坏人 他也能够接受 不过这里面呢 就会让我们误会了 怎么说 一个大菩萨 如果面对这种极恶的人 邪知邪见的人 他也都能够接受 会不会让我们一般凡夫觉得 这个法师 这个师父 是非不分 难免我们会觉得这样子 这种人 他也设受 是真的还假的 我们有时候内心会起这个疑惑 所以我们要学习这种 这种旷若虚空的大慈悲平等心 有一个前提 就默学的了解 默学人的这个体会 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你有相当的威德跟智慧 也就是说 你能够射受他之后 他在你的射受之后 他能够觉醒 能够改变 我个人还是有这样子的 不够平等 不够旷若虚空的想法 否则有时候呢 我们有时候说 这个叫烂慈悲 慈悲多祸害 方便出下流 这也是佛门里面 常流行的一句话 所以这个是非善恶的一个分别 就像前面讲的 先有善恶 再来是非 再来邪正 再来真为 还是要有所认知 然后你有相当的这一种智慧 又有相当的威德 射受他之后 能够拿 这个前面写的 法因雷震 绝位绝故 让他能够觉悟 在你的教化之下 他能够觉悟 这样才比较好 好 那么601页的第四行 又开始下面一个 如尽莲花离染无故 莲花出乎你而不染 所以这就是净空和尚 最喜欢用的辟语 连生泥中 那个污泥代表六道凡夫 众生 然后花出水上 出水花开 又能够超越上面的清水 连四圣法界都超越 不但超越六凡 也超越四圣 这边没有写得那么清楚 只是写说不舍众生 然后菩萨离构清净 是出水 出水花开 所以直接就是最底下的污泥代表六凡 然后上面那个清水代表四圣 那个莲花不但是超过污泥 还超过清水 可是他的根部在哪里 可是他的根部在哪里 莲花的根部在污泥 代表众生 菩萨的大慈悲菩提心 根本在众生 普签行愿品这个就讲得非常清楚 经文写得非常清楚 好再来如尼居树 复印大故 这个尼居树我们比较不懂 那么他这边有写了 这个端子无节圆满可爱 三丈高 好高 很高 然后你看这个罪乎报印经又说 高二十里 二十里 换算成中国的 那就是十公里 这么高 太可怕了 那么这个枝部分源 就是枝叶散开 六十里 他的直径 六十里是三十公里 哪里有这么大 到哪里去找这种数呢 有时候觉得他们这些数字都很夸张 那么当然可能不是我们说过世界的 不是人世间的 那么只是用这个样来批语 批语什么呢 复印大故 菩萨的智慧 福德 功德 能够辟印众生 余助众生广作辟印 就好像我们所有受诸苦难 种种的苦恼 都求助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福德 威德 能够辟印我们 所以就用这样的辟语 如金刚处破邪之故 那金刚处是密教的东西 它是法则罗 凡语是法则罗 本来是兵器 密教里面用成法器 它所代表的是坚力的智慧 这边呢 引用大日经书 然后引用人王念念诵仪鬼 通通都是用来表示 金刚处就是一种智慧 能够破邪的 破邪的 破修罗的 那么最后第二行 601的最后第一行 这个比较没看过 诸步耀目 那么诸步耀目这一段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讲义 这边既然看讲义 顺便就补充说明 刚刚那个分段 玉名二利德 就是莫学参考 雪如老人的梅柱 是把它做出来的 你看他雪如老人梅柱 旁边就写的 体德尊胜 用德自在 那你的得体尊胜 跟德用 得体德用怎么分 刚刚我们已经交代过了 然后呢 后面那一段603页 那就是呢 真实功德 通通就用在度他 恶力尽尽的 这个后面看了就知道 这是补充说明 刚刚说了 诸步耀目 讲金刚楚 其实呢 诸步耀目他的全称是 陀罗尼门诸步耀目的简称 佛学大词典告诉我们 然后你去查这个藏经的话 他叫做 都步陀罗尼目 一卷不空法师 唐朝的不空三藏 不空法师所翻译密教的 称为陀罗尼门诸步耀目 等等这些 放在第18卷 金刚顶经 大日经 苏西地经 蕊林爷经 这次还很特别 蕊林爷经 苏婆夫同子经 苏婆夫对 苏婆夫同子经 达利三昧爷经等 药木加以解说 解说什么 解说呢 很多我们平常看不到 密教里面的这些法器 等等 所以在都步陀罗尼目里面呢 就是引用苏婆夫同子经 说呢 金刚柱 它的材质 可以是金 银 铜 铁 石 水 金 雀陀罗木 不同的材质做 都可以 首先介绍这个 无量种 不同柱 有的是五谷 有的是三谷 有的是一谷 然后长度呢 十六指 是上 十二指 是中 八指 是下 长短 上中下 三种 那你去法器 你去佛教文物殿 看的确 这个金刚柱 有长有短 现在还有做到 这么短的 我看这么短的 看起来蛮可爱的 但是以前没学习的时候 没有注意到 它的几谷几谷 原来就是 它两边不是各有一个 这样子吗 有的是三条 一谷 三条 这样子 有的是五条 中间这个都是一根 然后旁边两个圆圆 那种圆锥形的 有的是三条 有的是五条 它讲的就是这件事情 三谷 五谷 有的是一谷 然后呢 最少的是一指节 你看我说的 很少的 最小最小 一指节 这么短 也有的 那么这本经里面讲 不辞金刚柱 念诵者 无由成就 为什么 代表智慧 没有智慧 就不能成就 然后金刚灵 代表是 般若波罗蜜 金刚主 代表的是 菩提心 所以 它已经写得很清楚 没有菩提心 没有般若波罗蜜 是不能成就的 有这样子的话 就能够 断肠两边 气和中道 然后有十六菩萨 我也表十六空 这个我就不太了解 大概十六 应该是长度 刚刚讲的 长度十六指 它大概讲 那个最长的 就代表 十六个菩萨未斥 十六空是中道 然后两边各有五谷 代表 五佛五智 加起来 就十波罗蜜 吹乎十种烦恼 成就十种真如 正十地 正金刚三摩地 或金刚制作 金刚座 等等的这些 所以拿这个金刚座 有这样的表法的意思 代表修这种智慧 那这样的话 大家就比较不会 不会误会 不会迷信 甚至有人说 告诉你 你赶快去买一个金刚座 可以驱邪 避磨 不了解真正的意思 以为有那个东西就能够驱谋避邪 那就是迷信 那你现在了解了 真正能够驱谋避邪 的是因为智慧 所以六百零二页 六百零二页这边 皇帝主老居士就 引用完之后就告诉你 金刚座表金刚正治 退魔君 断烦恼得成就 也就是经文的破邪子 用这种般若智慧 般若妙智 破除一切不正的情直 是这个意思 最后 如铁为山 众谋外道不能动固 铁为山 是这个小世界 最外面的那一个山 以须弥山为中心 然后有八山八海 最外面的山就叫做铁为山 所以非常的坚固 有时候会形容它叫做 金刚铁为山 因为非常的坚固 所以不会被破坏 反而能够破坏别的 所以叫做众谋外道 不能动铁为山 不能动骨 那魔呢 黄念主老句是说 你去看十一品的魔脑 十一品哪里有呢 你标注一下 389页到390页 那边 389到390 有解释那个魔脑 那外道 什么是外道 他顺便呢 跟我们解释一下 行于治理之外者 在佛的教法之外 令利道 或者是行于治理之外的 那支辞记呢 南山律的 这个四分律 四分律的注解 南山三大部 其中一部 支辞记 写的更简单 外道 不受佛的教化 别行写法 那天台 天台中的 静明书 就是唯摩洁经的注解 智者大师 唯摩洁经的注解 里面写 法外妄解 叫做外道 不同的解释 原觉经集注 又说 心形里外 叫做外道 拒舍的注解 学乖地理 谁知妄情 不返内觉 叫做外道 所以 简单的说 他分层次的 不是佛教 就是外道 跟佛教的道理 不相应的 就叫做外道 心形里外 外道 或者是呢 你所学的 违背 乖就是违背 真理 地理 随你自己 这种虚妄 情质 你没有 回过头来 自己觉悟的 通通都叫做外道 后面 尤其后面这个 其实那是有 百层次的 如果 依照后面 这个标准 号称是 已经三归一的 佛地址 相信呢 很多人 像我们这样子 也都还被称为外道 你说哎呦 怎么会这样 真的啊 我们有时候呢 是佛地址 有时候是外道 因为什么 有时候呢 真的呢 跟佛教的道理呢 有点相应 有时候 有点相应 然后呢 平常呢 建设文身 通通起五欲六成 那就是呢 随之忘情 没有自己觉悟 所以有时候是外道 什么时候才能够 完全都是呢 佛地址 不是外道 时时刻刻 心心念念 都跟佛法的道理相应 那个从天台的角度来说 就是呢 观心极 明智极 有时候还是外道 只是了解 又没有真的修观心 观心极 那才是真正的 进来了 最起码的标准是这样 所以墨学念这么多 讲这么长 目的就是要推出这句话 要常常把心 安在这一个佛法的观察 不要呢 老是放纵自己的 邪知邪见 跟五欲六成 这种亲子 好 这个还标准不高 你如果后面往后看 这个百论 最后两行 百论 的标准 顺声闻道者 都叫做邪 这个 这是百论 如果嫩言经呢 五十种阴谋 色受响行四 四阴十种 后面的两种是什么 也就是说 第四十九跟五十 声闻 P之佛 放在四阴十磨的 第九跟第十 算是五十种阴谋的两个 还不是外道 还磨 所以标准越来越高 我们没有办法 用那么高的标准 所以这个是补充说明 第一段是批语到这里 接着呢 讲真实的功德 这次功德 经文 其心正直 善巧决定 论法无厌 求法不倦 借若流离 内外明洁 其所言说 令众乐福 吉法谷 建法床 要会日破斥案 纯净温和 吉定名察 为大导师 调胡致他 引导群生 认舍诸爱着 永离山垢游戏神通 所以你看他这个注解 他说上面那一段 是用辟喻说明 从这边开始 正说彼土菩萨 真实功德 而这一段呢 更是显菩萨 自觉觉他 弘法立身之德 所以呢 大概分成三小段 你最知道今天的讲义 这边也是分成三小段 第一段呢 是能够调胡致他 也就是呢 这个 不是 这个三小段呢 是这边两段而已 为大导师调胡致他 到这里 是第一段 第二段呢 自导群生 就是引导群生 舍诸爱着 永离山垢游戏神通 这四句呢 是属于第二段 第三段 胡惠庄严呢 那就是呢 六百零七页这边 因缘愿立 出生善根 吹腐一切魔君 尊重奉师诸佛 为师明灯 罪圣福田 殊胜吉祥 堪受贡养 喝意欢喜 雄猛无味 身色向好 功德辩才 具足庄严 无语等着 到这里 是第三小段 胡惠庄严 真实功德的第三小段 胡惠庄严 这样子 这个呢 是我自己稍微 再把它分段 皇帝主导居士的注解 并没有这么明显的 这样写 回到六百零三页 齐心正直 善巧决定这两句 一开始呢 就说这个正直 不是我们一般的 品性那种正直而已 要跟大圣佛教里面讲的 正直舍方便 执心是道场 这样子的一种解释 所以你看 他就引用法华文句 自载大致的法华文句里面讲 如果是人天五圣 那是方便五圣 那都不是直 通教别教 也都不是直 一定要原教 才是经文 法华经经文里面讲的 正直舍方便 但说无上道 一定要强调 人天五圣 通教别教 都还不是正直 都还是偏 去 所以一定要是原教的 一佛圣 所以六百零四页翻过来 六百零四页 他说 齐心正直就是 这个菩萨的心 一定要跟原教的 一圣佛法 相应 要远离这一种 人天五圣 乃是通教别教 唯有一圣原法 宽广平正 其极如风的 大白牛车 这是法学经里面的 帮助众生 所以 他文句里面讲 显善权 屈巧 民观行经为 这是善能观机斗教 那行权方便 他说那个行权方便 那个是法华经里面的 他是 我看一下 他说这两句 上句名觉他 善能观机斗教 行权方便 下句名自觉于观行 也就是说 民观行经为是讲自己 善巧 善权方便 或是善权屈巧 正确的文字是屈巧 屈呢 就是那个 像田那样是 多一痕 屈巧 善权方便 他说这个是觉他 能够观机斗教 然后呢 自己观行经为 是自觉 然后自觉才能够觉他 这样子 总之呢 这个文字呢 你如果要真的 很仔细的去研究 都很多内容 我们没有办法 这样子很仔细的 每一句都给他 好好的分析 大概这样 点一下 点一下而已 所以第一句 其心正直 是讲自己 都能够跟 一佛圣相应 然后善巧 决定的话呢 就是在 帮助众生这边 有相当的那种 方便善巧 这样子了解 这两句就好了 那接着他又引用 华言经讲的 十种善巧 那些名词呢 真的是从 华言经出来的 请参考今天的讲义 从哪里呢 从三十六品 华言经 八十卷华言 的三十六品 普贤行品 出来的 然后呢 注解呢 稍微看一下 讲义的这个 清凉大师的注解 它其实是属于 整个十个里面的 第六个善巧字 也就是说 这十种善巧字 前面还有所谓的 十种圣妙心 那为什么我学要把 圣妙心跟善巧字 放在一起呢 因为圣妙心跟善巧字 都讲的是 事理无案 都是在用事理无案 去帮助众生的 所以圣妙心呢 是知道一切法的法性 都是融通的 由前之法本融 就是法性都是融通的 本来融通的 所以事理无案 应积成义 帮助众生这部分 你就能够随众生的根基 能够帮助到众生 所以这个是圣妙心 然后呢 善巧字也是一样 事理无案 跟圣妙心不同在哪里 圣妙心只是强调 应积成义 但是呢 善巧字呢 是可以全时决断 完全可以决定 真的能够帮助到众生 绝对没有错 所以这样就是 善巧字 有这种智慧在 那种圣妙心 只是有心 要帮助众生 但是你不是那么的 肯定能够帮得到 可以简单的解释这样 虽然都是事理无案 前面只有圣妙心 但是没有决断的智慧 第六个这个十种的善巧字 都已经有决断的智慧 真的能够帮得到众生 让大家看这个注解的意思是这样 否则这个黄念主导 就是引用华元经的这十个 你看604月的倒数246 第六行 他说这十种善巧字 皆源于深入经为 侧进心源 从根本字而差别字 故能了达 出生宣缩 正入等 就这十个里面 第一个是了达 第二个是出生 第三个是宣缩 等等善巧字 后面用一个决定 善巧决定 为什么有善巧字 后面加个决定 就是如同刚刚我引用那个注解里面讲的 很肯定的能够利益到众生 决定者后面引用盛办保护 决定者真实不变 都能够让众生得到真实的利益 这样就是善巧决定 所以最后他给他很简单的两句话 善巧决定 随缘善巧 惜皆真实 决定真实 跟清凉大师的还原经书的注解 一样的 有决定的真实利益 那才叫做善巧字 不是有那种善巧而已 变来变去 结果让众生没有办法真正能够得利益 那就不叫做决定的真实 是这样子去了解这个 其心正直善巧决定 这是第一句 再来第二句 论法无厌 求法不倦 皇帝主导句是直接告诉你 论法无厌 是绝他 求法不倦 是讲自己自觉 实际上不只是这样 你也可以这么说 这两句 有自立而立他 他把它分开 自觉决他 但是第二个意思 全部都是用来立他的 你也可以这样解释 为什么 你之所以要自己求法不倦 就是为了要能够立他 绝他 否则干嘛自己这么用功呢 真的有时候想一想 何必自己这么用功呢 对不对 这个无量受精 我不晓得讲过几遍了 那些我都不懂吗 我闭着眼睛都可以懂 都可以讲出一套道理出来 太自夸了 但是呢 每个礼拜还是要好好准备 因为真的是帮助自己 更加深入 广泛的深入的了解 这样的话才是真正能够帮助到众生 所以这两句呢 你说有分成自觉决他 实际上自觉也是为了要决他 也可以这样解释 所以你看 这个静影书里面讲的 专要求法 心无焰足 智力方便 长欲广缩 自无批剑 正名立他 然后呢 会书的话 就补上来了 菩萨求法 其实是为立他 自己求法不见 其实是为立他 如果为一切众生 金无量解 也不会觉得疲倦 所以会书的意思就是 全部都是为了立他 再来 戒若流离 内外明洁 这个是形容 他的戒 非常的清净 透明的 所以 慈戒 非常的明静洁白 那么 内外明洁 在605月的第四行 内是讲内心 异业清净 起心动念 都没有这些掌握 外的话是 威夷俱足 所以内跟外 都合乎戒律 内外明洁 所以来形容他的 慈戒 所以下面 所说的都能够 令众岳父 因为他真的有 有那个德恨 所以他讲的话 大家就能够 心成乐福 心悦成福 这样子 好 再来 极法骨 建法庄 药会日 这三句 连在一块 最后才能够 破词案 因为有这三句 最后的结果是 帮助众生 破词案 所以 极法骨 用法骨 极骨 来形容 震撼人心 你看 法骨 菩萨法因 行众 远文 建法床 这个法床呢 是高高 竖在 比较高的地方 大家都看得到 所以 他说 辟语什么呢 菩萨威德 吹破邪恶 因为是一种 战胜之相 说法 降魔 德胜 在 建法床 如果我们讲 白一点 建法床呢 就是呢 你把一个 法意啊 一个法门 一个法意 讲得 非常的清楚 然后呢 让大家都 能够看到 都能够听到 也都能够 方便来学习 这个就是 所谓 建法床 像 金空陶上 像 境界法师 这样子的一种 大法师 他们常常呢 都有他们自己呢 独到的 见解 而且是一个 很整体的 这种思想体系 然后你要跟他学 你远远的 就看得到 要跟他学 是要学什么 这就是所谓的 建法床 所以我们了解 他不是只有一个 批语 在法上面来说 就是他 树立一个 很精确的 很完整的 一个法意 让大家 远远看到 清楚的看到 就可以跟着学习 那 要会日 用 用 太阳 来形容 智慧光明 所以 法音 法骨 是讲 经说法 法床 是 那些 说法里面 有一定的法意 然后呢 你透过这样的 法意 就可以学习到 这种 菩萨的智慧光明 就能够帮助自己 破痴案 那 这个呢 静影书呢 他就用来形容 文师修三会 原来的文字呢 课本这边所引用的 也就是六百零五页 倒数第六行 这边的静影书 原来的文字呢 你看一下 今天的讲义 所以 稍微有一两个字 不太一样 那原文是像 藏经里面这样写的 极法古等 所说法胜 就是这三句 表示所说的法 俗胜 讲极法古 辟语文会法 为什么呢 教身远批 名极法古 你那个 说法的那种 语言文字教法 能够像古音这样子 传到很远 教身远批 所以 这个是文会 文会 然后呢 再来 建法床 是师会 立义称建 义出名床 就刚刚墨学讲的 你把那个法义啊 建立起来 让大家呢 看得很清楚 知道怎么学习 这样叫做床 义出名床 再来 要会日 除痴案 修会 真的 真的照这样的去修 照这种 教法 照这样的 私会 这样的 思维 那种法义 你就能够呢 好好的去修 就能够呢 破痴案 所以叫做 修会法 开众生 开悟众生 开就是 开悟的意思 好 所以 这个就是 极乐世界菩萨 有这样 闻师修三会 再来 纯净温和 回到课本605页 纯净温和 这个 极定名场 这两句 放在一起 纯呢 是很好 净呢 是清洁 所以 纯净呢 是内心 清净 又离构 温和的话呢 就是善良 平和 外表 内心呢 清净 离构 外表呢 仪态 温和 温良 和美 这真的 真的是呢 善知识的样子 就出来了 然后 极定名察 极定呢 是有 有离体 名察呢 是有智慧 606页的第二行 里面呢 正得 实际的离体 外面呢 有智慧的这种 查照的功用 如同禁止 极定是像禁体 名察是像禁止的用 极而常照 这样子 所以有这样子的 纯净 温和 极定 名察 当然就可以作为 大导师 善知识 所以接着下来 为大导师 引导群生 这样子 调胡子 他引导群生 所以导师 能够引导我们 走正确的道路 叫做大导师 那大导师只有 普贤菩萨 佛 这样子 所以 皇帝主老君 接着就讲 十大愿亡 倒归极乐 这样才叫做大导师 调胡治他 这个我们上头 就解释过了 能够调胡自己 一定要有戒有定 现在还能够调胡治他 所以他把 跟大导师放在一起 你要引导人家 自己一定能够调胡 也能够帮助学生调胡 才能够作为人家的导师 所以这个调胡治他 跟大导师放在一起 最后 引导众生 舍诸爱佐 永离三垢 游戏神通 最后这十句 因为你能够做大导师 调胡治他 所以你能够引导群生 你让众生能够 不要分别执着 不要起贪爱 不要造业 那才是真正的导师的 真正的工作 所以这里面呢 我们就连带想到 我们要如何选择善之士 我们凡夫很麻烦的就是 很有心想要学习 也就是说 不管是最近吵得轰轰烈烈的 那个妙禅啊 或者是很早以前的 卢胜燕啊 青海啊 都有一批信众啊 到现在还有人跟着卢胜燕啊 那你说这些人 难道他们一刚开始 是莫名其妙就跟着这些人吗 跟着这些 这些所谓的 我们号称邪师的吗 一定是有心想要学习 尤其是想要学佛 学佛法 那为什么他们会跟到那边去呢 其实可怜的就在这边 我们凡夫虽然有这种好心善心 想要学佛 没有辨别的能力 没有这种智慧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可是呢 一刚开始当然都不懂啊 所以呢 总要找一个人开始学习啊 哪里知道 一开始跟到的就是那种 能怪他们吗 你说那谁叫你一开始 没有自己好好分辨分辨 那些人外表也是让你觉得 他一点都不执着耶 他不执着明文立养耶 他不爱财富耶 不爱明文立养耶 如果他不是表现这样 你会愿意跟他吗 再者 他有神通耶 他有两下子耶 你们只会讲经说法的 讲了半天 没有两下子啊 只会讲而已啊 有什么问题找你 你都说 你要求佛菩萨就好了 诵经就好了 你去拜餐 那我又再对你 一般凡夫都这样也算是 人家找到他 真的可以帮你解决问题 摸一摸摸一摸 然后你就 然后你就觉得 你解决了 真的也解决了 对不对 我表演的比较夸张一点 对不起 那你说我们怎么办 凡夫真的有心要学习 怎么办 所以呢我们常常 只能够说 我们先从经教教理下手 真的我们凡夫 这个是还比较安全一点的 你说你怎么用的是 比较安全一点 也有人看书看到出问题的 他不信任人 他信任书 结果他没有能力分辨书的 正确于佛 也是有的 你说那这样怎么办呢 到最后 搬出我们的本门 你求生几任世界 只能这一招吗 还没有往生之前呢 所以真的只能够这么说 如果我们并不是数世以来 就是带着这种 斜肢斜贱的这种根器的 有的人他生来就是这样 因为他跟这些就比较相应 那就没办法 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子的话 真的还是从经教下手 会比较稳妥一点 你先从这种经教广泛的了解 大概有一点点判断的能力了之后 再来分辨谁是善知识 谁说的比较合乎经典 经论里面说的 然后再加以长时间的观察 他所说的跟他所行的言行有没有一致 那如果没有一致 还有层次上的差别 讲一套行一套完全相反的 那绝对不可以跟 讲的跟行的 行的好像差一点点 好像没有办法 因为他讲太深了 他所行的好像没有那么厉害 他讲的都很高深 手行的没有那么厉害 那还可以 怎么说 毕竟通通都是这样凡夫学上去的 可能他讲的比较高深 做的没有那么高 但是起码还没有差太远 这个还可以 我们跟他学他的经教 跟他学他的教理 不要跟他学行为 还有可取之处 最好的三知识就是言行一致 他没有讲很高深 但是他讲的他做得到 那这个最值得我们跟他学 所以这个是默学的一点点经验之谈 我们都在学习当中 但是我们真的要依止一位善知识 或是依止一位上师 中科报大师在广论里面说得很清楚 你要花时间 要亲近他多观察 不要一开始就用 我只观公念恩 这个我以前听到 我以为观公念恩 我们的人念刘备的恩 他们的功是那个功德 不要看上师的过失 只要看他的功德 看他的恩德 要念他的恩德 这样叫做观公念恩 可是问题就是说 你一开始就只用这个态度 这正确吗 你明明看到他的过失 你还自我解释 把他解释得很好 然后你就会 我一定要依止他 这样正确吗 这不是中科报大师的教法 所以这个是连带讲到的 那就不多说了 你们都知道我在讲什么 唯大导师 所以唯大导师一定要能够引导众生 舍离爱卓 永离三垢 三垢就是贪嗔吃三毒 贪嗔吃三毒 然后最后能够游戏神通 代表这样的菩萨导师 他不但能够有智慧观察 有这种德恨界定的德恨 来调伏至他 而且还有神通自在 所以你看这个606月最后一行 最后一句话 表任应于神通之中 自在无碍 所以叫做游戏神通 所以黄念祖老句是总结 他说整个前面的经文的意思 菩萨一心正直 安住一圣法中 叫做其心正直 然后善巧决定 不去善巧方便 而且很肯定的 他的善巧方便 能够带给众生真实的利益 然后他又能够精寝求法 不倦论法无厌 广为人说都没有厌倦 然后再来戒得清净 像流离一样 内外都非常的清净 所以能够让听到的人 心悦成福 其所言说令众悦福 这时候他的吉法骨 建法床要会日 都能够帮助众生破痴案 所以广风妙法 帮助众生破除无名痴案 然后内心又纯净 纯净温和 外表怡态温和 因为内外一致 标理一如 然后又有极定名查 这种离体 离体的这一种 急躁 跟会 体 都有 然后最后 可以帮助众生 引导众生做大导师 帮助众生除恶生善 能够降福 舍住爱卓 断三读 最后开闲本性 安住神动 自在万 很简单的 就把整部经文 前面那段经文 这样子 完全讲出来 再来 他说这个呢 就在讲菩萨真实功德 墨学就说呢 这个就在讲 福慧庄严 里面有福 有慧 那么第一句 比较难懂 因缘愿力 出生善根 他说这边 魏义本 做什么什么的 那我们看一下 今天的讲义第一页 最后一行 魏义本的用字 经文是这样子的 因力 缘力 它是分开的 再来 意力 愿力 方便之力 常力 善力 定力 会力 多文之力 失戒 忍入 精进 禅定 智慧之力 其实这一段 就是不失 慈戒 六度 到最后 禅定 智慧 六度 之力 再来 正念 止观 诸 通明 力 如法 调胡 诸 众生 力 末 末学 为什么都画一段一段的底线 因为注解里面 你看就知道了 如是等于一切具足 所以他的注解 静隐书 无量寿 无量寿 经义书 诸力 具足 初别 后解 别的话 讲的是 智力 具足 如法 调下 另外一段 如法调胡 最后那句 如法调胡 诸重生力 化他力 主 前面那个 是智力 具足 总共有七具 七门 因力 原力 是第一门 再来 毅力 愿力 是第二门 这样子 所以他说 第一个 因缘呢 是起修所依 讲的因缘 是过去所修的 善行 是因力 能生今善 所以叫做因力 原力的话是 清净善知识 清闻正法 是原力 再来第二段 毅力 愿力 是第二门 是起修的方便 前面 你要修行 要有依据 有因 有缘 那是起修的 依据 现在起修的方便 要靠 毅力 愿力 什么意思 要求佛之心 要起行之愿 你要真的想要学习 有这样的意愿 要落实 修行 这个是第二门 起修方便 第三门 方便力 常力 善力 这三个 这是第三门 是夹行 正修 夹行 属于夹行 那么 方便力是依法巧修 依法横修 叫做常力 然后依法正修 叫做善力 这是第三门 第四门 定会 两个 第四门 是修心成就 也就是说 前面夹行 就是要帮助你成就定会 简单的了解就是这样 那种夹行 就是要让你成就定会 这种修 修止修观 定跟会 修止修观 所以他说 前四门 都是约修分别 再来第五门 多文之力 是起行之解 你要起行 要有这样的解 要靠多文 第六门 是六度 那就是起 所起的行 就没有离开六度 借布施词皆 忍入精进残规 这是你所修的行 就是六度 行为六度 那么 这两门 旧行分别 这两门 就是五跟六 一个是多文 起行之解 一个所起的行 然后 最后一个 正念 只观诸同名利 他说正念 正观诸同名利 是第七门 成就了 前面的修行 成就了 成德了 所以正念 是舍相入实 不再拙相 能够入诸法实相了 是正念 然后正观 就是能够离词 离见 离词见法 完全离开 这些愚痴无名 等等 是正观 所以 这个就是成就了 依此两种 成就六通跟三明 就是通名利 通名利 所以 最后这一门 是旧德分别 前面是旧行 修行来分别 然后这个 是从所成就的德 再分成这样 以上是智利 最后如法调伏 助众生利 这个就是利他 一切利都具足 所以魏义本这边写的 加上会员法师的注解 那就更完整了 那我们课本 这是夏年居老居士 汇集的 他就没有完全 把他用出来 他省减掉了很多 他只有因缘愿利 出身上根 然后出乎一切魔君 尊重奉仕诸佛 他又来到了 唐译本去了 所以末学引用 那个唐译本 就让大家了解 他的原来的出处 是把这两个译本 放在一起 好 回到课本607页 最后一行 你看他这边引用 静影书的 为第一本 等等 一直到608页这边 他简单的就是解释 这个因缘 过去有善根 是因 这一生还可以 亲近三知识听闻正法 那就是缘 有素式的善根的因 加上这一生 愿意亲近三知识听闻正法 这样的缘 因缘合合 你就能够起行 这个是静影书的注解 跟望希思这样注解 但是608页的绘书 他就从另外一个角度 他没有照这个 他的因例是发菩提心 他的原例是广求知识 就是善知识 亲近善知识 听闻正法 原是一样的 但他的因 用的是发菩提心 然后 皇帝主老师 后面就给他做会通 如果你没有素式的善根 然后呢 不可能发起 今天的菩提心 再来 今天不发菩提心 你就没有成佛的因 所以 两者可以互通 但是呢 皇帝主老师 比较喜欢 他认为 会书 的解释 跟无量寿经 比较靠近 因为发菩提心 一项专念 是本经的宗旨 所以用发菩提心 来解释 那个因例 会比较符合 这一段的意思是这样 那愿的话呢 就是用四弘四愿 那这时候呢 其实跟菩提心 就会有重复了 不过呢 他强调 发菩提心 然后四弘四愿 来庄严国土 随愿起行 叫做利 也就是说呢 要有利 不是随便的 要具愿利 真正已经落实了 如果没有落实 那就叫做虚愿 就没有利了 这样子 因缘和合 又有愿利 那当然就能够出生善根 最后出生善根 他是这样解释的 那至于弥陀要解的这边呢 一样还是用菩提心 当成因 用菩提心当成因 所以这边呢 就不多解释了 再来后面两句 吹乎一切魔君 尊重奉事诸佛 刚说的这两句呢 是来自于唐义本 各位参考一下 这个今天的讲义 你看他这个唐义本这边 念了很多很多例之后 中间就有一个 吹乎一切大魔君 等等的 然后呢 后面呢 最后呢 有以尊重心 奉事诸佛 于诸佛所 执重上本 这个是唐义本 那为什么墨学要引用 《遇切师弟论》这一段 刚好他有这一句 由此诸力 具大威士 也就是说你前面的这些 因力 元力 愿力 发起力 这么多的定力 会力 射魔他 皮箔射那 神通念诀 有这些力 才具有大威士 因此你才能够 摧乎一切魔君的势力 你才能够赠得一切猪肉永尽 才叫做力 没有后面这两句话 那不叫做力 之所以叫做有力 就是能够扶摩 赠无肉 能够扶摩 赠无肉 断除一切烦恼 那才叫做力 莫学引用 瑜伽是力论 这两句的意思是在这里 所以为什么经文 向连居老君是会集的 因缘愿力出身上根 接着就讲 摧乎一切魔君 就代表效果出来了 力道出来了 那魔君是有哪些 你看609页课本 609页的第四行 他说这个魔 见前柱 前柱在哪里 一样刚讲过的 389页 390页那边 就有这个魔脑 那边就有用到了 然后呢 这边又引用 大制度论这一段 其实大制度论这一段 就很值得 我们再多看一点 请看今天的参考讲义 在大制度论里面 把这个魔君呢 讲十种魔君 也就是说 面与这十种现象 我们都有可能 被他破坏到 我们的道心 你看 这个讲义里面 在第五卷 他引用 杂法藏经里面 佛说记欲魔王 对着魔王讲 你有十个军队 我通通很清楚 第一个是贪欲 情欲 第二个是忧愁 第三个是饥渴 第四个是爱 情爱 第五个是睡眠 第六个是不畏 第七个是怀疑 第八寒毒 寒毒是什么 你对照小子官 你就可以知道 称恨 称慧 称慧 这是第八军 第九军 立养 明文立养 着虚妄明文 明文立养 第十军 慢心 清慢 所以 所以这边 你看 我们如果说 我比较贪欲心不重 但是偶尔会落入 忧愁恐怖 再讲细一点 忧愁 里面 还有什么 怕寂寞 你为什么会提这个 这个是我个人的经验 那时候还没有结婚之前 我自己一个人住在外面 怕寂寞 我说 这个是我学佛 那时候号称自己也学佛很多年了 那时候二十几岁 这奇怪 怎么还会怕寂寞 这个不是应该要修指观的吗 要修禅定的吗 要修禅定都是要一个人自己 甚至你看那古诗 祖师大德都一个人躲在山上 在那边修禅定 单独一个人就怕寂寞 这是算什么 但是凡夫很难说 你很难说 所以很明显的都是 这些都比较强而有力的魔君 还有很多细微的烦恼 你自己不知道 另外再讲 做无聊的那种 有时候会觉得 怎么这么无聊 有时候电视广告也会 你会觉得无聊 跟那个寂寞有一点点 差距一点点而已 你怎么会觉得无聊 你很多事情都还没做完 你怎么会觉得无聊 你有那么闲吗 所以这都是我们要小心的 我们列举的 大致多人列举的这些 都是比较明显的 起疑 起称恨 不畏 会害怕 很多人怕鬼 怕什么的 现在学佛以后不怕鬼 你很难说 也是以前 自己一个人在外面住的时候 突然莫名其妙 想到某一个人 突然觉得他像修罗一样 他像 他像那个 恶鬼一样 怎么那么可怕 莫名其妙的 升起一种 害怕的心起来 不是害怕鬼 是害怕人 而且那个人还是女的 不是我太太 是公司里面那个女同事 莫名其妙 怎么会突然升起 把他跟修罗 跟这些很可怕的连在一块 这很奇怪 所以这些烦恼情绪 都是我们会让我们的道心 损减的地方 那第九 第十 那更是 往往第九跟第十 会连在一块 你有这些明文立养 你就会觉得自己比人高 所以呢 你还是默默无闻的一个佛弟子而已 你还不觉得 你的名气越来越大 人家看到你都奉承你 自己就要小心 老居士啊 年龄越老 人家就 在佛门里面 越老越有价值 看到老居士都 觉得你好了不起 小心 不是欺负你们 真的 这个都是凡夫常常有的 所以 在大支度论里面 佛就跟着魔王 说你有这十军 我看得清清楚楚 所以呢 你要用这十军来防害我 没责 所以后面那个补充 讲义的补充说明 这些是种种的烦恼 辟喻是魔的军事 现在能够降乎魔军 就是菩萨能够降乎这些 才能够承到 回到课本 609页 所以能够降乎魔军 然后后面呢 尊重奉仕诸佛 我们皇帝主老居士的注解呢 他把这个呢 另外分开 你看六百零九页的二十四六第六行 尊重奉仕诸佛 他就引用后面的第四十一品 编地一层那边 说呢 莲花中不得出现 五百岁中不见三宝 不得供养奉仕诸佛 所以尊重奉仕诸佛呢 是要有善跟福德因缘 才能够见佛跟奉仕诸佛 现在菩萨能够奉仕诸佛 正是代表多善跟福德因缘 但是他是分开解释 他那个降乎魔军 跟尊重奉仕诸佛 把他分开 我倒觉得呢 这样的注解呢 有他的不足的地方 那怎么样才能够把他连在一块 极乐世界的菩萨 不但有这种智慧功德 能够降伏 是讲负面的 降伏魔军 正面的呢 他还能够亲近诸佛 魔代表负面的 诸佛代表正面 他不但能够降伏 自己内心的烦恼无名 同时还能够跟着诸佛菩萨 善之士学习供养成事 这样两句话才会连结起来 你把它拆开注解 那完全是一句一句这样解释 那经文整个就不是很连贯 为什么要强调这两句连贯 你能够降伏自己负面的 能够呢 亲近正面的 所以呢 才能够为世明灯 为世间的最圣福田 这样才会有连贯 所以下面开始就解释 为世明灯 然后呢 最圣福田 就是代表他自己的本身 已经学得不错 修得不错 所以不但自己修得好 还能够呢 带领众生 那对于这个 为世明灯 最圣福田 因为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呢 就下礼拜再继续了 好 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好 感谢观看